你们要听更劲爆的吗 还要劲爆吗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 是之夫妻好心情 天蝎座 序论下集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 你不用讲这个了 拜拜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以后就直接从 我们的招呼语中剔除吧 对 正是那个 就是delete掉 我跟你讲 我昨天就是 用Spotify听节目啊 结果不小心就是 那个 他就自动播放了 我们很久以前的一集节目 那时候还是135 在那边9点半 干嘛的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自以为 我跟你讲 这个年底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也是 因为我 我上次有讲嘛 我们公司换新老板 即将换新老板 然后呢 又遇到圣诞节 跨年跟春节 还有明年我们是20周年的台庆 台庆是什么时候 就是3月1号 哇塞 根本就几在同一个半年啊 只有3个月 因为今年过 今年的春节是2月初 所以等于说我们1月 就要一次赶两个大专案 哇塞 对 你知道其实我们广播人 或者是媒体人 都很不喜欢过节嘛 就是 不知道 对 只要甚至过那种长假 我们之前都超痛 你们要做很多的存档 对 而且你要想 我们是20周年嘛 20年 20年来 每年的春节 每年的圣诞节 都已经做到 不知道该做什么东西 对啊 对啊 就是圣诞老人 怎样 然后今年就是 世界各地的圣诞节 怎么过 对 就是 就每年都有不少的主题啊 真的是 真的是 就是 我觉得这一点 就真的是我们广播人 就是 会越来越怕过这种节日 那我就蛮好奇 其他的电台没这问题吗 嗯 我不知道其他电台 有没有这么的 去精心设计这些东西 像我们每次这些大的节日 我们都一定会做单元 嗯 对 像今年是圣诞节 就是 听见世界各地的圣诞习 嗯哼 对 然后再搭配歌曲嘛 然后春节 我们也是 因为你知道春节 其实就是只有年菜啊 或者是什么吉祥话 或者是 嗯 大扫除 断舍离之类的 嗯哼 对 那每年都差不多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样 变出新的花样 那我们就 反其道而行怎么样 就是不要断舍离 也就开始疯狂的大花钱 大囤货怎么样 不行 这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对 是跪电台的价值观 就是我们不是很主 就是要 让大家就是疯狂消费的路线 哦 对 所以 那 嗯 嗯 好 对啊 好啦 好 那我们就赶快进行我们接下来的部分 可是我在剪上一集之后啊 我去查了一些资料 就是关于神话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要补充哦 就是 我上次不是说就是那个大帝女神盖亚他派出怪物鞋子去遮奥利翁嘛 就是猎狐嘛 嗯 就奥利翁就死了 但是奥利翁倒下的时候呢 把那个鞋子压死了 哈哈哈哈 原来是一个很胖的猎狐座 哎他也没有多胖吧 就是因为那个 我记得你知道猎狐座其实很好辨认嘛 他就是一个有腰带的 我只记得有腰带而已 对 那腰带也很细啊 腰围这么小 你也知道 牙齿些 就同归于尽 对 哦 好弱 好谢谢你的补充 对 然后我还要补充一个 就是 我不是有说我的主管 就是不准大家去吃那家店嘛 嘿 好 然后后来我就是跟同事在聊起这件事 他就说 哦他没有说不准的 他只是说 没关系啊 你们去吃啊 没关系啊 你们去吃啊 哈哈哈哈 谁敢吃 吃了扣烤鸡 吃了退老健保 哈哈哈哈 就后来你们去了吗 没有 哈哈 就在哦 好啦换别家 现在可以去了吗 我也不知道 再问问看他 上千层 那个主管可以去了吗 哎 我觉得那个上集很夸张耶 你的后置有点 我想说既然要得罪 就得罪华丽一点 我真的抹羊座觉得非常不平衡 那你要叫水瓶座做何感想 对 我觉得你水瓶座真的主持得很不好 我跟他说水瓶座 水瓶座的时候啊 就是音乐也很短啦 对 然后什么 就是反正常识性的做嘛 对不对 但是总是要 总是在草创时期会比较 没有说 就是发展 你看像 有点像是悠悠百书 开始画画 画的时候也是很草算 可是他的后来猎人 就越来越烂啦 哈哈哈哈 我们是在预告 这个摩羯座会怎么样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就很印象深刻 就是当时你在主持那个水瓶座的时候的序论 嗯 就是你就讲说那个水瓶座有哪些个性啊 就是什么天马行空的 什么不切实际的 或者是什么 呃很怎么样 你在讲几个 呃疏离的 对 还有呢 就这样 对 然后你就讲了很多什么什么的嘛 然后最后我就接了一个想睡觉的 哈哈哈哈 因为真的很想睡 我想说你到底要讲几个 你也主 你也 但是你算主持的很不错 我跟你讲 就是到后来我就觉得 你在天蝎座这个时候 就表现的蛮成熟的 对 我就在融入故事 对 其实我觉得好的 我现在开始要教学了 就是好的广播节目是怎么样 故事 对 故事最重要 不要一直讲一些形容词 堆砌的一些东西 嗯 对 就是直接讲案例实例 对对对 所以我就直接消费了我们公司的天蝎们 对 对 嗯 那今天你到底要干嘛 好 今天就是要讲一些 就是名人 我可以先去睡吗 哈哈哈哈 其实还好啦 两夜而已 因为我看到你画很多 哦 还好啦 好 那首先先从古典音乐家 嗯 好 其实蛮多的耶 我发现天蝎其实还蛮有才华 嗯 像小约翰史特劳斯 就是 这是什么歌 什么 蓝色 多 脑盒 对 因为我刚才拿起耳机 对 这首曲子是 应该算是维也纳的第二诗歌吧 嗯哼 对 就是 我们真的有去维也纳听过现场 哦 你说在匈牙利是不是 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 啊 维也纳 对 我们大学的时候去匈牙利跟奥地利两个地方 嗯 然后我们去比赛 天哪 大学生可以去那里真的是非常的奢华耶 对 而且我们还 我们那一次还上了 那个 当地的报纸 对 当地的报纸 就是 那个头版 就是 诶 是头版嘛 对 该不会是像那个世青大学小世界那样子的报纸吧 不是 我觉得好像 没有 其实也没有多厉害 不是布达佩斯那种 就是全国发行的 而是 是那个 他那个小镇的 就是地方报啦 对 地方报 嗯 很棒 对 因为我们得到最佳舞台呈现奖 对 就是还不错 很棒很棒 我觉得 那对我来说是很棒的回忆 因为现在就是不能出国以外 当时的旅费 真的是便宜到不行 六万块 真的 玩两个礼拜 哪有可能那么好啦 真的 真的 超爽 现在根本就是两倍以上 对啊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只要能够出国都 都是很奢华的 不管 不管多贵 对啊 可是要隔离就是了 对啊 好 那第二个是 是谁 卡门 对 但不是卡门本人是 他的创作人是笔才 哦 对 这个笔才 他是一个法国作曲家 可是他最有名的曲子 却是在描写西班牙 就是卡门 嗯 好 那还有 有一个 我觉得他的音乐 我很喜欢 而且很适合早上听 嗯 叫做 多明尼加史卡拉蒂 嗯 对 他是一个意大利的作曲家 可是他中其神都 几乎是在葡萄牙跟西班牙 两个地方度过的 嗯 因为他是随着宫廷去 这两个南欧的国家 就是去当宫廷乐师 嗯 对 他有写了 他有写了555首的键盘曲 哦 对 为什么叫键盘曲 我不是钢琴曲 因为那时候没有钢琴 那时候是大键曲 哦 对 他这555首 这真的像是他的那个字面 就是五五五 嗯 就有很有舞动的感觉 什么 这是你自己 对 真的 我觉得 对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轻快活泼 也不是每一首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早上的时候 嗯 醒脑的时候听 而且不会给你 像同样也是巴鲁克时代 可是巴哈你就会觉得有一种 庄严崇敬的感觉 嗯 可是他呢 我就会觉得很世俗 嗯 然后很 像是一个很亲民的感觉 嗯 然后那个触见非常非常的轻巧 嗯 我觉得他弹得好很不容易 对因为他不是一个就是 呃你要在钢琴上面表现出像大剑琴那种 很轻巧的 像是弹波的感觉 对我觉得是很不容易 嗯 好 那还有一个叫帕格尼尼 哦 好 帕格尼尼他是小提琴之神 嗯嗯嗯嗯 好 有人说他是跟恶魔交易 才会变得像他这么厉害 好 对 那 其实 大家都把他污名化 其实他没有跟恶魔交易 他其实本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 很 就是 非常非常喜欢帮助人的一个好人 嗯 对 那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小提琴家都应该要好好的感谢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其实小提琴这个乐器就不会是一个独奏乐器 他可能就一直都是合奏 哦 对 是哦 因为他实在太厉害了 嗯哼 他好像有一个事迹就是他 呃本来想要去求教一个老师 嗯 然后那个老师那个时候在卧冰带床 嗯 然后就说好啊那你拉一首给我听听看 嗯 结果他就拉嘛 结果那小提琴 那个老师就是直接跳起来 就说 你这样还知道我学什么东西 你已经比我厉害很多倍了好不好 他那时候还小时小孩子这样 哦 是哦 对就是很天才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实在是世界上没有任何教材 可以让他变得更厉害了 他就自己写教材 对他写了一个叫做二十四首奇想曲 嗯 对就是起立的幻想 嗯那个意思 很很缤纷起立的起立 嗯嗯 这个曲子是所有小提琴演奏家的一个高峰 嗯 就是没有挑战这个完毕就不能称为你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 啊 对 对非常非常伟大 像他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主题就是这个 嗯 好我听过 对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后来有很多的音乐家像是 呃布拉姆斯啦还有拉赫曼尼诺夫等人都把这个曲子改编成一个主题变奏曲 嗯哼 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后甚至那个拉赫曼尼诺夫还有把这个曲子 呃有一个很特别的变奏就是把它反过来弹 哦 但是但是变得是很浪漫的 你说那是把它反过来才是变这样子 但是它它是用这个旋律把它反过来 可是它把它变得比较温柔 哦 譬如说你看 哦 对 然后它就是 对它就是有一个把那个曲子整个倒过来 嗯哼 但是就变成这样子的旋律 好好玩哦 对啊对啊 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个 美国的军乐队的作曲家叫做苏莎 好只要是吹铜管乐的一定都认识他 嗯 对就是一定会吹他的曲子 嗯 好然后我们上次有说过鲍罗定嘛 嗯嗯 鲍罗定就是我们上一集的最后一首曲子 就是搭搭人无曲的作曲者 对 他本人呢其实是一个科学家 嗯 是一个化学家 嗯 对那音乐是他的鞋杠 嗯 可是 鞋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哼 对就是大家后来都 他有几首作品都传世这样 嗯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丈夫 嗯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天蠍座的那种专情的代表人物吧 嗯哼 对就是曾经在他跟他老婆 嗯 在一起的过程中其实有不乏追求者 嗯 对但是他都不为所动 你说有女的追求他哦 对对对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 我觉得应该算是蛮有魅力的一个 辛好男人吧 嗯 所以就很多人都会迷恋他 嗯 对但是他第一个就喜欢他的女生他就是 只是把他收为干女儿 蛤 但是第二 为什么不是干妹妹 不是耶就是 可能因为真的年纪差很多 哦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就是觉得 好像这个女的就是也 没办法用这个方法了 然后呢 对 然后他们就直接就是 那个 哪个 断干净 对 蛤 用干女儿的方式怎么可能断干净 没有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第一个 我说第二个 就是第二个追求 鲍罗定的人 就是他就把他断得很干净 哦 原来如此 对 你说第一个收成干女儿了 对 那请问他太太做何感想 我觉得太太应该 应该还好吧 应该不会 就是连这个气度都没有吧 买玩具给他 哈哈 哎对啊我们 你会觉得收干女儿 你会接受吗 你是说 比如说有个人喜欢我 然后我收他干女儿 不行啊 我就是觉得奇怪 我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你会完全断得很干净 就是什么是干女儿 人家喜欢你耶 然后他就爸爸 这样 对啊 是啊 我觉得 那个感觉还蛮违和的 真的 对 好 他们就一起跳打打人舞曲 哦 我要打打人舞曲 哈哈哈 好 然后 莫扎特的爸爸 其实他也是一个音乐家哦 他叫做雷欧波德莫扎特 那他有一首很 就是很可爱的曲子叫做 玩具交响曲 你有听过吗 我以前做的节目叫做音乐故事丸 的片头曲就是这首 就是 哦 有有有有 对 这个很可爱 然后他 他的乐器中有很多玩具的声音 就是那种 像发条啊 或者是那种 很丰富的乐器 对 那还有 其实孟德尔颂 他有一个也是很天才的姐姐 可是就觉得那个时代的女生很可怜 就是 就是因为很多女生都 别人都会觉得他们就是 小时候很好 很厉害 没关系 可是长大之后就是要进入家庭 就是要辅佐男生 所以其实 这个叫做芬妮 孟德尔颂 这个女的 但是她也是一个作举家 也有作品传世 但是当然没有她的弟弟这么的 伟大 但是其实 现代很多人都会为他们出版专辑 就是 就是 比较是女权主义的时代嘛 就是 譬如说这个芬妮啊 还有克拉拉 舒曼 对 他们都是作举家 其实 如果他们不是生在那个时代的话 也许他们现代都是很伟大的作举家 也不一定 是 对 好 科普兰 好 科普兰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作举家 然后他也算是比较近代的人物 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 阿帕拉契 子村 这个交响师 然后还有一些 跟美国都很相关的 然后甚至有些曲子 你会感觉到有点像电影配乐 比较 比较 亲民 然后有一点带有一种美国乡村的那种 就是牛仔啊 会让你想到牛仔啊 或者是一些 很乡土的舞蹈这样的感觉 对 然后我对他其实是又爱又恨啦 因为 以前我们合唱团有唱过他的曲子 叫做 Stump Your Foot 哦 那一首啊 对 那一首真的是超级 难的 大家的脚步真的都踩得很乱 对 因为他那个 那个节奏是会很常 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切分 对 就是 比如说 Stump Your Foot 就是要那种在后半拍 这样子一直踩啊 或者是拍手 然后我的钢琴也是要很稳定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练到 我真的很恨这个作曲家 然后 就是 那个 我们的合唱团 我的Bass 就 我是Bass 我就想到这件事 我的Leader 他就很贴心 他就说 关好 因为他同时也是担任服务 服务是 我们合唱团是 要帮大家应谱的 你知道吗 就是 把谱应给大家 然后他就说 关好 没关系 如果你现在真的很痛苦 没关系 等到我们比赛完啊 我会把你应食奋谱 然后我都干嘛 让你撕 不是烧吗 不是 是撕 撕才有快感 烧就是远远看着他 但撕你可以就是 有一个动态的发泄 他真的是被撕的耶 不会 我不会想撕他 他是非常非常 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OK 然后还有 有一个叫韦伯 但不是安德烈 洛伊韦伯 他是 18世纪的作曲家 对 他最有名的作品叫做腰舞 就是腰 腰你跳一支舞 这样子 对 那一首曲子是一个 很华丽的一个舞曲 然后 就是好像有从前面开始 就是比较 比较害羞的 浪漫的 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华丽 这样子 好 那有一个叫布列顿 好 布列顿最有名的就是 有一个叫做青少年管弦乐 入门 就是示范青少年管弦乐 每个申部是什么 怎么样的进行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古典的入门曲 好 有一个作曲家叫做罗德利果 好 他是一个盲人 对 而且他好像小时候三岁就失明了 对 所以其实 你会想到 他这样子要怎么作曲 对 他是用点字的方法作曲 对 我也不知道 那个点字的谱是 真的很特别 对 可能别人都看不懂 这样子 对 然后他最有名的作品 你一定听过 很有名 就是叫阿兰辉之写奏曲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是 吉他的写奏曲 好像有 这首真的非常非常的浪漫 他这个阿兰辉之 他是在一个西班牙的地方 然后有很漂亮的花园 他是他跟他的老婆去度蜜月的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 我们在去西班牙的时候 我就一路上都在听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有那种 很 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夜晚 然后很清新 很浪漫 很舒服的夜晚 但是又有一点点带有一点微微的哀愁感 有有有 对 真的很享受 OK 古典作曲家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分享一些配乐家好了 配乐家有两位日本的作曲家 一个叫做菊蒂俊福 一个叫福布克九 好 常常看日剧或者是动画的人 应该都不陌生 会常常看他们的名字 对 然后还有一个最伟大的 我最喜欢的 就是烟牛莫里克纳 对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吗 对他真的很有名 对 那他代表做武术啊 就是我们之后 我们之后 就是我想说我们星座系列完毕之后 我想要规划一个 比较是配乐家的系列 哇 对 一定很精彩 对 就是分享配乐家的故事 还有他的曲子 那那时候我们就更深入的去 制作他的节目 对 好 他也会叫亚妮 亚妮 他是 我觉得亚妮 这个名字好难讲 那我来帮你讲好了 你讲你讲 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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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讲这么好 为什么可以讲这么好 亚妮 亚妮会这样 一开始就亚了 然后那个妮 还要这样子 泥上来 亚妮 亚妮 你一定听过 他是台湾人 绝对听过的一个作曲家 你信不信 我不知道 是什么 哦 那个有一个新闻台 对 年代吗 对 年代新闻 我突然想到视网摩 对 他有一次 好像在什么 金钟奖 好像今年吧 不是今年 就是在某一年金钟奖 他当那个来宾的时候 他当特别嘉宾的时候 他就唱 用唱的唱这些旋律 对 他就说他从小就很喜欢看新闻 然后就是一回家之后 放学回家马上就看 不停的看 看完这台看另外一台 所以他每一台的那个片头曲都会哼 这样子 对对对 哼了五六个吧 超厉害的 好 亚尼呢 他其实是一个 虽然是新世纪音乐大师 他就是那种啊 就是在音乐会上面就是 主要他是弹 弹键盘 但是他旁边有非常非常多乐器 而且也是非常华丽 各种 有人声啦 有交响乐什么都有 然后他就像是一个王者一样 你如果看他的音乐会 你会真的有点受不了 就是会觉得也太自恋了吧 就是他就是会这样啊 就是比如说那个 有什么小弟弟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用手就是 做一个这样莲花 绽放的手势 对就是很像是 有影片可以看吗 有有有 就是我觉得音乐 好像是新世纪音乐 很多演奏家 像西方的话 其实雅尼嘛 东方有个叫喜多郎 他们的演奏会都是 你会想着 就是 他就是会在那个舞台上 很像是在 就是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 然后好像群魔乱舞 对 没有不是群魔 是他一个人是魔而已 其他人都 都衬托他们 好 那我在讲一些演奏家 演奏家有一个是跟帕格尼尼 同一天出生的小提琴家 叫陈美 陈美 应该是90年代末期 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他算是带起一个风潮吧 就是想到跨界小提琴 代表人物就是他 对 那他你知道他后来的故事吗 就是他后来就 不拉小提琴 对对对 对就是 因为他从小都被他妈妈逼 拉小提琴 嘿嘿 他也很喜欢小提琴 但是他后来 就是毅然毅然的 跟他妈妈断了关系 他就去追求花雪梦 对 然后还参加奥运是不是 他是 对 但是他是那一届 那个最后一名 但是他是 就是报纸我觉得写得很好 就是说 最快乐的最后一名 对 因为他 他毕竟是他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是是是 对 好 那他当时出道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是把他媲美为 帕格尼尼在世 因为他们是同一天出生 原来 10月27日 对 那我以前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 就是真的很喜欢陈美 因为他的音乐就是会有一种 让你觉得 非常狂放不及 就是 他拉小提琴的那种姿势啊 很有自信 然后非常非常的 有一点野性 对对对 会让你就是觉得 哇 怎么可以把小提琴 这么古典的乐器拉得这么帅 嗯 OK 然后还有一个 也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很伟大的古典音乐家 叫做巴伦伯音 嗯 他有两个身份 就是指挥家跟钢琴家 嗯哼 然后他是一个阿根廷人 但是他有阿根廷 以色列跟西班牙三国的国籍 嗯哼 对 我相信他也是 就是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天才儿童吧 嗯 就是从小就是那种 不管什么音乐啊 他都立刻就可以马上的上场 这样子 嗯哼 很厉害 好 那我讲到歌手的部分 好 呃 郭富城 好 对 也是演员 嗯 好 苏惠伦 嗯哼 周志平 嗯 好 苍木麻衣 嗯 陈生 嗯 陶金银 嗯 红义峰 红义峰是谁 呃他被称为宝岛歌王 他算是台语歌的 哦是那个红荣红的爸爸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好然后 好我最喜欢的一个来了 就是鬼术千询 嗯 我等一下会谈他的曲子 嗯 他我觉得他真的也是很天蝎的代表 嗯 好 呃 Selina 嗯 吴奇隆也算歌手 嗯 对 好 还有范逸臣 嗯 赖胜恩 嗯 赖胜恩你知道谁吗 就是那个神木语童那个吗 不是 那是赖伟明 赖伟 对 我不会剪掉 赖胜恩是谁 赖胜恩 赖胜恩也是星光邦的 好好 然后他后来是当 有当阿妹的和声 哦我知道我知道 他跟叶伟提嘛 我有看过我有看过 对对对对 好他也是原住民歌手 嗯 还有呃 宝儿 就是一个韩国女歌手 嗯 好 然后 有一个叫做亚特葛芬科 嗯 他是赖胜恩与葛芬科 嗯 这个二重唱的其中一员 嘿 对你知道赖胜恩与葛芬科吗 就是那个 就是 好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毕业生主题曲的演唱者 好好听哦 对他们是二重唱的经典 嗯 好然后台正霄 嗯 欸台正霄好像都没什么老耶 对啊 对啊 我真的觉得他保养的很好 真的真的 好有一个伟大的歌曲创作演唱人叫做琼尼密雪儿 嗯哼 你有听过他的曲子吗 他就是我很常说的那个 就是一体两面这首曲子的创作者 我真的觉得他的歌词还有他的词曲都让你觉得怎么那么完美 这么的看透人间的道理 嗯哼 对 好 然后 哦 之后我来分享他的曲子好了 就是 他 他有一首 到快要到圣诞节的时候 我来弹一首 他有一首叫River 哦 对 这首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圣诞曲子 哇 我刚刚有点惊讶就是又要圣诞节了耶 对啊 好快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分享一个 圣诞 日本电影就是讲那个圣诞节嘛 那个叫做 漫长的借口 哦 还有爱的什么进行室 然后那时候你弹了那个山下达朗的 哦 诶 是有一个叫什么成人进行室 还是什么 爱的成人室 哦 爱的成人室 呵呵 那个好像是另外的时节吧 哦 对对对 因为他也是有圣诞节的桥段 嗯 好 诶我们今年圣诞节我们来吃那个肯德鸡大餐 哦 我以为你要干嘛 其实我昨天有吃肯德鸡 然后呢 我跟我同事去吃 而且你好像前一天还吃摩斯汉堡呢 对啊 我最近好常吃这些东西 很棒啊 好 好 黄历成 吓我一跳 好 诶我跟你讲 我现在讲的这个啊 真的就是 应该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叫崔台青 我知道 对 那 那其实我觉得崔台青我会讲他是因为 应该是崔台青吧 哦崔台青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然后崔台青 我觉得我会讲他是因为 呃 他就是那种我小时候 一直听我爸妈提起 就是当年的什么武后歌后这样子 嗯嗯 对但是我都没有完全不知道 也觉得 不屑一顾 嗯 然后直到我长大之后 有一天看着他的表演 嗯 我还真的觉得 哇那就是当年我们的阿妹之类的人物 就是真的很厉害 嗯哼 好 黄国伦 嗯对 OK 然后千田爱莎 嗯 胡德夫 嗯嗯 周慧敏 嗯 陈奕儒 嗯 好 刘文正 嗯 陈秋霞 应该比较少人会知道他 嗯 对 老歌手的 嗯 然后陈国华 嗯哼 杏田未 杏田来未 嗯 我常常讲的杏田未来 嗯哼 好 然后 孙胜熙 嗯 孙胜熙你知道谁吗 知道啊 比较新的 对对对 对 还有得到金曲奖 嗯 好 政治化 嗯 张玉恒 嗯 好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爵士女歌手 叫做戴安娜克瑞尔 嗯嗯 对 就是真的很正很漂亮 而且又弹又唱 嗯哼 弹钢琴吗 对弹钢琴 嗯 对我觉得他就是也是很发挥那个天蝎座的那种 很魅惑力的代表人物 嗯哼哼 对 他的那个弹琴的那个眼神啊 还有姿势啊 嗯 还有那种勾魂的那种声音啊 真的会让你觉得沉醉在其中 他是不是穿得很辣 很辣 然后就有人说他就是不好好的 就是弹琴就好在那边 嗯 又美色诱惑别人 对啊 但是他后来他就 最新的专辑他就是都没有他的封面 嗯 对 哦就是想要避开这个 是吧 嗯哼 好 然后有一个叫K 他是一个韩国歌手 他到日本发展 嗯 我觉得他的情歌唱得很好听 嗯 对 可以大家可以搜寻看看 好 好 蓝星美 嗯 罗百吉 嗯 潘岳云 嗯 林凡 嗯 好 有一个比较新的叫9M88 好 这个是我同事推荐我的 对 真的很好听 嗯 就是 是比较新生代的 嗯 好 持修也是比较新的 哦 对对对 对 颜亚伦 嗯 嗯 许锦纯 嗯 碧玉 嗯 曹秀美 曹秀美 她是一个韩国的女高音啊 她算是 应该算是古典界的人 嗯哼 对 小雨 嗯哼 一个创作歌手 好 好 OK 然后 讲一些 演员 嗯 演员就是王博生 王博生算是 也是歌手 她是音乐剧的歌手 这样子 然后 温真林 嗯 孙岳 嗯 杨丽花 嗯 好 有个叫罗伯托 贝尼尼 嗯 就是美丽人生 的导演兼 那个演员 哦 对 她有得到奥斯卡 嗯嗯 好 然后 普英葵 啊 就是那个 顺丰妇产科的 哦 那是她本名哦 对 哦 然后她们都是用本名 哦 对对对 我想说 你干嘛想一个 顺丰妇产科里面的人的名字 对 她就是英葵 哦 可是她的个性应该不会像 那里面这样子 好 顺丰妇产科 顺丰妇产科真的是我最喜欢的韩剧 哈哈哈 你把后面的韩剧放在哪里 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不是有看游戏游戏吗 哈哈哈 对哦 哈哈哈 比较喜欢 无条件支持顺丰妇产科 哈哈哈 嘿 有一个叫 有一个应该是比较老的人才会知道的 叫维诺纳瑞德 哦 嗯 她很漂亮 可是她后来犯了偷窃罪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 就偷 偷东西 嗯 她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是有点 生病 对有点生病 嗯 好 林依诚 嗯 好 江洪恩 嗯 重监游记会 嗯 全志贤 嗯 哦 哎 全志贤我第一次看她的剧就是那个 我的野蛮女友 对啊 对啊 那时候真的是 风靡全 哎 她真的没老耶 我觉得她长得跟以前一样 对啊 真的 哎 这边我要推荐一个叫做触不到的恋人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哦 就是一个韩国的电影 因为你说她很像那个 其实那个 解忧杂货店有点像他们 对 其实我不是自己有看过 是看到别人的介绍 就是说解忧杂货店里面的设定 跟那个触不到的恋人有点像 对 就是用一个信箱当作传递信息的一个媒介嘛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有人说电影的影片 就觉得哇 真的她都没老啦 嗯 厉害 对啊对啊 好 然后世元界 嗯 许光翰 嗯 呃 陈昭荣 嗯 申田公子 嗯 哎 你猜申田公子几岁 好像快四十啦 她跟你同年耶 哦 然后呢 1982年 然后呢 因为她很早出道 所以我都一直觉得她是比我们大很多 哦 没想到这么跟我们很年纪差不多 我刚以为你想要说什么呢 好 然后很巧啊就是我们在说 就是我们在做那个解忧杂货店嘛 那西田明星 好 跟那个韦也曾签子 就是后来的那个CEO那个角色 这两个人也都是天野座 而且都同一天生耶 11月4号 对 然后同一天还有一个叫马修麦康纳 就是星际效应的那个男主角 哦 对 哦 好 好 然后 乱世佳人的女主角 费文力 好 JR 练武奇才 JR 要达 去练武世代 对 然后她那个 算她的黑历史吗 她会想看吗 所有人的贡业好不好 好 爱马史东 就是那个 La La Land的女主角 好 李天柱 嗯 李天柱就是太阳花男主角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甄嬛传那个啊 对对对 哇那个龚龚实在是演的好耶 对啊对啊 欸可是她叫大家不要 就是她希望台湾不要再重播那个甄嬛传 为什么啊 她就觉得就是你这样子 她就觉得就是你这样子好像会一直没有办法有新的作品 有创意的作品出现啊 因为她可能就是很不喜欢就是自己这个作品就一直被不断拿出来提 是哦那太阳花呢 可以吗 太阳花就是是我们这种老老影迷 就是会回味的 嗯 她有一场就是在太阳花里面的戏我一年差不多回味一次 就是 那个场景真的是 就是大爆料那一个 对 就是她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就是爆了好几个梗 嗯 就是就是譬如说谁跟谁 我是跟她爆的 她是被爆的 被爆 然后就是谁跟她的女儿跟谁乱搞 然后谁又怎样怎样 然后谁怀孕了什么什么 然后就是下面的留言就是那个YouTuber的下面留言就说 哇这每个梗都够夜市人生或者是那个世间请用好几个月 对啊 就是这一场戏全部都讲出来 林伟真的是厉害 哈哈哈 把那个影片放在说明来 而且真的是高潮迭起来 然后最后反正就是已经爆的差不多了 最后她还在说 你们要听更劲爆的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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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用劲爆吗 对 用劲爆吗 对 不是用叮 不是不是 她不是用劲爆 她说你们要听更夸张的吗 嗯嗯 然后她 然后那个李天柱就是 就是变脸就说 还有 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 这个家底下 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这样子 刚刚那些时都是啊 然后她就说 亮亮怀了我的孩子 哈哈哈 哈哈哈 哦超经典的这一段 你弹指干什么 哈哈哈哈 好 哎我们不是天线做吗 哈哈哈 然后后来还就演了一个 就是超级 超级有 那个舞台剧风格的 嗯 段落 就是她就是带着笑 又哭又笑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被瞒到现在 这就是我 照镜经营了一辈子的家 这样子 对 哈哈 好啦好啦 好 李天柱很厉害 对 老戏骨 好 赶快做个结论 好 好 常赖至也 嗯 好 陈亚兰 嗯 板口县二 嗯 哦你最爱的 嗯嗯 好 阮金天 嗯 应明天 我就知道 然后呢 元冰 嗯 李奥纳多迪卡皮歐 哎 天心 嗯 好 有一个就是 三百壮士的男主角 大概很难念 杰拉德 巴特勒 嗯嗯嗯 好 虎壁哥伯 嗯 木村拓宅 嗯 萧蜀盛 嗯 黄晓明 嗯 黄河 嗯 赵树海 嗯 刘亮佐 嗯嗯嗯 好 欧文威尔森 嗯哼 钢田准衣 嗯 好 钢田准衣的老婆是谁你知道吗 宫崎 哦对啦 后来才 对啊 对对对 好 有一个很老的梅格莱恩 嗯哼 对 哎 现在这个时节 一定要来再重温他的那个电子情书 嗯哼 对 这是很经典的电影 对对对 好 朱蒂福斯特 嗯 好 有个叫温明娜的 你有听过吗 没有 他是迪士尼动画花木兰的配音员 嗯哼 对配音者 好 哥蒂涵 嗯 OK 好 这就是演员的部分 嗯 那我再讲几个政治人物哦 希拉瑞 嗯 蒋介石 嗯 好 我们上次说的孙文国父 嗯 嗯 还有 有一个叫做公本茂 嗯 你一定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你一定 玩过他创造的游戏 就是 马利欧 哦 他是马利欧之父 好好好 对 好 还有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 嗯 好 还有一个甘乃迪的哥哥 甘乃迪总统的哥哥 叫做罗伯特甘乃迪 然后他同样也是被刺杀 你知道吗 杀了 对 他们就是家族非常的命运很惨 嗯 好 然后我看哦 还有什么 王伟忠 嗯 好 艾利克斯 嗯 王浩宇 嗯 他 王浩宇就是那个被罢免的那个 对 对 周大观 嗯 就是一个小孩 嗯 对 然后 冯乔义刚 嗯 嗯 嗯 哦 手肿治虫 嗯 嗯 三骑风子 嗯 小野 嗯 季茨 嗯 好 就是一个诗人 对 好 葛事北斋 哦 他最近有个电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然后那个主演那部电影就是演葛事北斋那个人啊 对 就是那个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的那个男主角 哦 那什么优的对 对 迷 什么妖 什么 王浩宇 对对对 他真的眼神非常的好认诶 是是是 好 毕卡索 嗯 欸我觉得毕卡索也就是天蠍座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嗯 可是他很花心 哦 对 他就是一个 应该算 如果以现在眼光看来应该算是一个渣男 对 然后 呃 张小贤 一个作家 嗯哼 张小贤也是我以前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嗯 我大学的时候特爱看他的爱情小说 嗯 好 那我这里再讲几个 我看 好 吉米 嗯 哦 有个叫丰子凯 你知道谁吗 哦我知道 就是那个汪洋中的一条船是不是 不是不是 郑峰喜 那是郑峰喜 哈哈哈哈 丰子凯是大陆 对 是大陆作家啦 哦 但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做文课的时候 有特别去看他的书 就是有做文课老师推荐的 对 对 然后他也是懂很懂音乐的 嗯哼 所以就是有些乐评 嗯哼 也是蛮写得很好 然后席乐 嗯哼 席乐就是算是贝多芬那个时代的 嗯哼 好 然后 朱志钦 哦 福尔泰 嗯 托尔金 托尔金就是魔戒的作者 嗯 好 那我讲几个导演 嗯哼 我觉得导演很惊人耶 就是真的蛮 蛮多 台湾很厉害的导演 嗯哼 就是 蔡敏亮 好 嗯杨德昌 嗯 诶 他们真的蛮有天蝶座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天蝶座的真的很杨德昌 就是 呃杨德昌的电影就是都是很冷静的在观察这个社会 你不觉得吗 是是是 他就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一种冷眼去观察 蔡敏亮更是啊 他都没在动 哈哈哈哈 蔡敏亮我觉得他的观察是更 自我的 嗯哼 对他 他也没有要理你 你懂不懂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拍出他觉得 他想拍的 对 好 那 赖神川 嗯哼 好 其实李安他也是10月23号 可是我查过 他其实算是天秤座 他不算是天蝎座 他是天秤座的最后一天 嗯哼 好 呃提姓宴 嗯 提姓宴就是那个明日的记忆 嗯 嗯 二十世纪少年 嗯 还有关八的系列 嗯哼 然后圈套 嗯哼 嗯哼 在世界中心呼喊爱情 嗯哼 很多很多 对 好 然后 好 差不多这样 那 有一个我要特别讲 他也 他也不是人类 他是 中犬八宫 哦 你说小八哦 对 嗯 他就是中心的代表吧 为什么知道他的生日啊 我也不知道 我就查到 哦 对 就是他是11月10号出生的 他真的很专情耶 不知道狗有没有受到星座的影响 不会吧 会吗 因为我有算过 就是如果我们熊皮 他是四个月大的话 他其实应该有可能是 那个巨蟹座的 哦 对 可是算这个也没有什么用 你干嘛要嘟嘴讲那句话 巨蟹座 哈哈 就是很顾家吧 所以他都在家里尿尿 嗯哼 都不出去尿尿 嗯 好 所以才是巨蟹座啊 OK 诶差不多了 好赶快啊 好 那我最后我就来分享一首曲子 算是两首曲子的主曲吧 就是 他是我最喜欢的歌手 就是 鬼束千许 嗯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他吗 我知道啊 对 很喜欢 超喜欢 就是 他算是 很特别 我的CD加上非常特别的存在 就是 呃 第一个是 他 呃 是我 其实在大学 我上大学第一年啊 其实我是还蛮没有自信的 嗯 因为 其实我 我一直都是算是蛮随性派嘛 嗯 可是我到了台北生活 我觉得第一年 我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大家都是很光鲜亮丽 然后我觉得我 跟大家都格格不入 嗯 对 所以那时候我每天都 一直晚上都 那时候 那个鬼束千许很红 嗯 所以我 差不多2002年吧 嗯 所以那个时候 我每天晚上都会听他的曲子 嗯 然后 呃 他的曲子跟我爸之间 也有一个共同的回忆 嗯 因为 就是我那时候 我上大学 我爸就帮我搬家嘛 嗯 然后在车上就是 呃 我们就是会听他的曲子 就是像月光 他的很经典的曲子 嗯 然后其实 那个空间 其实我们也都没有说话 可是我们就觉得好像 这个歌声就连结了我们两个人 嗯 对 就是 好像 我就是听到他的歌 我就会很想要 谢谢我爸爸 就是 一直会帮我搬家啊 那些 就是 其实我爸不是一个 会说那种很感性话的人 嗯 但是 他其实 很关心我们 嗯 就是 他是用 直接用行动来做 是 对啊 嗯 好 那为什么会讲到鬼处千寻 特别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天蟹座的代表人物 嗯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跟死亡 跟重生 很有关联的一个人物 嗯 就是 我说死亡 不是说他真的死了 而是说 你速度都感觉到他撑不下去了 就是他从2000年出道之后 他其实 有很多 很多时候的精神状况 都不是很稳定 嗯 就甚至还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一些言行 嗯 就比如说 很夸张的打扮啊 然后歌声也一度 就是有点坏掉 对 就是他早期的声音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完美 嗯 就是会让你觉得很疗愈 嗯 可是他的第三章之后 嗯 他就很久很久没有发 然后在发的时候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 他声音是 嗯 就是状况不是很好的 嗯 对 可是我觉得他最后 就是譬如说 你知道 他现在有八张专辑嘛 他可能中间不太稳定 可是到最近又回来了 就是他真的就是 打不死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在前进 进化 然后现在又是我熟悉的 喜欢的那个歌声 嗯 对 所以我 你问我说 我喜欢这个歌手吗 我会跟你说 我很喜欢 可是不是每个时期都喜欢 嗯 我最喜欢的是他前三张 嗯 对 前三张专辑 每一首歌我都是 一定不会卖掉的 嗯 其实我 他的CD 我有一度卖掉 嗯 对 但是后来我又把它 再重新二首买回来 哦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 Shy是太喜欢了 嗯哼 好 那我要分享的是 两首他的曲子 我把它串在一起 第一首叫做 Shine 嗯 好 这个是用片假名写的 Shine 它是阳光的意思 嗯 但是他的歌词 非常非常的负面 他其实在讲 他以前被霸凌的经验 嗯 嗯 对就是 嗯 就是不断的伤痕累累的 这个生涯的回顾 好 对 但是他用Shine这个名词 你就知道说 其实就是很天蠍 就是 我绝对不会被打倒 对 我有一天一定要站起来 所以他那后面的歌词 就是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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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定要站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很倔强的感觉 对 然后 但是他这首曲子是 嗯 应该算是他第一张单曲吧 嗯 对 就是他的那个歌词 就会让你觉得 这个歌手不一样 嗯 因为别的歌手 可能都在唱一些 小情小爱的曲子 对 但是只有他是唱出 嗯 真正就是 被霸凌的人的心声 嗯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 很强烈的印象 而且他的名字又很特别 就是鬼树嘛 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鬼 还是什么的 就是 会让你觉得他 有点黑暗 对 很黑暗 甚至有人说 他是什么 嗯 就是 神秘派歌后 嗯 对 但我觉得什么名号都 不会定义他一个人 因为其实他 虽然说会做这么的 黑暗的歌 但是他也会做 很幸福的歌 嗯 对 那他的第二首单曲 就是月光 然后月光是我真的是 最最最最喜欢的一首 日本流行歌 这个曲子啊 把它排在Shine后面 就是一种疗伤 如果说Shine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一个童年的话 我觉得月光就是他在这遍布伤痕的世界他又在重生了 就是在月光的疗愈跟照耀下他就又再重新的就是站起来 而且是像是女神一般的存在 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 两首把它并列在一起的话 会很有感觉 好啊 对 那我最后就带来这首Shine加月光 好 嗯 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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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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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